詞曲 李宗盛 欢迎收看龙兄虎弟张飞 费玉清 上台一鞠躬 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台式60周年的特别节目 我是侯乃荣 台式一直以来有非常多经典的节目 不过我们今天特别的节目请到特别的嘉宾 说到我身边的这一位 如果以前的港台巨星 没有上过他的节目的 不能叫做巨星 而且他只要一出生 观众朋友一定那个意象 马上就会回来 马上知道他是谁了 我们欢迎到超级巨星张飞飞哥 飞哥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主播好 今天真的很荣幸有这个机会 对 对我们那个新闻主播访问了 太难得了 感到无比的荣幸 无比的荣幸 飞哥真的好感谢你上我们的节目 已经消失在荧光幕前好久不跟大家见面了 有一段时间了 有一段时间了 大家也知道 我这个人这个深信喜好自由 总喜欢持称于这个大自然之间 所以做节目对我来说 以前一路走来固然是我生命里面追求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快乐 那我还是在做节目的时候也没有放弃户外的生活 所以一直到现在一直维持到这个非常自在 这个非常逍遥的人生 在这边也跟大家问候一下 这个很久没有在我们这个台跟大家见面了 其实我也很想念观众 希望大家在这个疫情当中都能够平安无事 就是很快乐的去接受它 语独共舞就对了 飞哥 我说真的在好久没有见到你 但是你知道反应机智幽默还是一样 讲到台视 你之前在台视其实时间 主持的时间是1993到1998 对 什么节目 龙胸虎蝶 这真的是经典中的经典 欢迎收看龙胸虎蝶 一个喇叭声 对 这些典型的这个slogan 跟我们这个动作 其实都是在台视 然后这个开发出来的 那个时候我在台湾电视台有幸 我们两兄弟 能够在这个历史悠久的电视台服务 是我们小时候就一直有的梦想 结果没想到 美梦成真 在台视服务了很多年 很多年 那时候不只是带给观众朋友欢乐 我跟小哥 我们也在台视的频道上 龙胸虎蝶节目获得了很多成就感 也得到很多回响嘛 那当然 那个人生对我来说是非常璀璨的那个光阴 飞哥 我刚才一开场前面就讲到 没有上过你的节目的 不能叫做是巨星 那时候听说港台巨星抢着排队要上龙胸虎蝶是这样 这个话主播说的是真的 这个 他们这个 那个时候不管你已经是巨星的人呢 就是我们这个时候比较没有叫巨星 因为那个时候巨星并不多 就是大明星呢 如果要来上我们的节目的时候为什么来上 因为他在台湾从香港来的或从外国来的 不管是胡利欧啦 理查克莱德蒙啦 松田圣子 他们的经济公司都不是省油的灯 我今天要登录一个地方去做宣传 那我一定要找 哪个节目我都愿意上 我们永远都是排行第一的 龙胸虎蝶 就是大明星呢 子民要上的 这个对我来说是一种荣耀 所以他们来上我节目对我来说并不轻松 我没有说哎呦大明星要来 那就可以随便问了 不是不是 因为我们知道大明星的要求很高 他们很高 但他们公司会选择上你的节目的时候 那那个神圣的使命感跟你必须要 让他来上讲你节目以后留下 对台湾演艺圈深刻的印象 这个一般主持人在那个时代 比较少有主持人 有这样的这个情怀 那来那个大明星子民要上呢 那没有成名的明星 要开发之中的明星 那时候很多 那台湾那时候是全世界 终于节目之窗 就是终于文化之窗 那时候大陆的节目没办法看的 没办法看 那么外国人的那个节目呢 又跟我们台湾这个本土发展的是不一样 所以那个时候的华人文化 都是以我们的台湾的节目作为标本 那时候我们的欢乐不只是带给本土 只要是留美的或在海外的华人 他们那时候都租录影带去看 对 理查克来的我们聆听过 提起此人如雷贯耳 这不得了 不得了 他在我们台湾呢 我们很多学校的教材 都是用他的音乐来作为这个课本 是是是 五岁以前我就开始谈那个 你也学了 How old are you start? Well I started when I was 6 六岁 六岁啊 六岁 将近六岁 我还比他早一年呢 这城就差那么短 Hello Mr. Julio Welcome to our program How are you How are you Yes Oh this is 哎呦 哎呦 这叫好嘎地啊 对对对 Yes Are you ready? Yes Are you okay? 大家好 What What OK 五十三天真主 哎呦 鼓励一下 Oh Thank you Jesse 我第一次来台湾 哎呦 很清楚 这是我第一次来台湾 我第一次来台湾 我第一次来台湾 Oh Oh 谢谢 哎呦 所以飞哥你有没有印象 你访过的大明星 让你最印象深刻的有没有 比方说 我刚刚讲到的这个 理查克莱德蒙 就是我们大家都喜欢哈拉 对 这一访问我们想拉近感情之后 但是你只要是属于 艺术家这一方面的 他们都会在你访问到 你还没访问之前寒暄一下 他们就会说 对不起主持人 他们经纪人就会来讲 我们是需要半个钟头 三十分钟的冥想 冥想 我们一听说 啊 这么麻烦啊 然后再来一个就是 像翁倩玉啊 这个松田圣子 他们如果来上节目的时候 打光啊 走位置啊 那我们都是请一般明星都请替身过来啊 啊 那个谁经纪人帮他带一下 那什么 我不是 大牌的明星 他都自己站在那边 一个打光跟一个位置 光打光的 他们时间要花 他半个小时 翁倩玉 松田圣子 他们就一个人站在那边 哦 奇怪 他亲自来的 我才觉得说 哦 原来外国明星 他们敬业的态度是这样子 那台湾比较做不到 比较没有 那个 那个就叫那个谁帮我去站一下 现在怎么样我不知道 有没有进步 我不晓得 那个敬业精神 那你说印象比较深的 应该是 首推的是刘德华 为什么 刘德华这个人 那时候他看到你应该都还要 你知道 哦 那时候对 那个时候他虽然是拍电影 对 好像还没有拍电影之前 他是先出唱片 是 所以他来我们台湾跑码头的时候 他发展 这个刘德华是很敬业 是 然后制作单位提出来的要求 玩游戏啊 干什么呢 有的时候 嘴巴咬一个竹签 丢苹果 那我们有的时候会饿整 丢番茄是小事情 丢苹果就有一点吃力了 因为你用牙签这样 那边丢过来这样 插到苹果里面 就算你插中了是不是也很痛啊 对 常常打不中就打到脸上 最后做单位 年轻人嘛 拔辣也上来 这太狠了 我说不不不不 不行不行 没关系 飞哥可以可以 我可以的可以的 刘德华是这种人 所以印象很深 配合度非常高 所以那时候港台明星 其实对于制作单位的要求 因为为了要上飞哥节目 应该是来者不拒 对不对 玩什么都来 放肯开 不是 也有 只有刘德华比较特别 他不用跟经纪人商量 你说什么 他就来 你不要讲话了 照他们这就对了 其实上港星那个时候 因为香港那时候 还没有进大陆 对 香港人的目标是以台湾为标准 对 能够上台湾的节目的明星呢 算是大咖 四大天王 梁朝伟 刘嘉林 他们都来过 通通都上过 你看到现在 能够上得了普台 上得了普的了 就是封神榜里面的 几乎都 他们没有人 没上过我的节目 您可以闻到香味吗 还没有闻到 原来炒菜是要有 还有芝士这样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香港人炒菜是这样的 不是 真有白啊 抓牌子是握手 握手 是不是 你直觉上觉得是握握手 是吧 打小报告 三个字 三个字 叶玉清常拍的一种东西 一种书 三级片 书 书 写真 吉 对 很聪明 很聪明啊 选一个伴侣的时候 他的角度 假如选太太呢 会做菜啊 会打扫啊 打扫啊 会 做牛 做麻 叫他去 煮菜 烫衣服 飞哥 然后对于人生的境界 对于人生的境界啊 其实是比一般 一般主持人 多了那么一点点厚的底 在那边 所以这也就是你小时候的训练 然后后来成就你主持的养分 对 对 那 还有一个最特别的是 因为我们主持节目的人 你一定要广纳百川 没有个人好物 这个是修行 那 你不能说 你看到那个明星你不喜欢 或者你很讨厌他的样子 或者你在某个新闻里面觉得 他做错了什么事 或者你不喜欢他 可是他今天到你节目里面来的时候 你就要把他包装得非常的好 你要呵护他 维护他 然后尽量让他发挥到极限 不行再来 不行再来 所以这样累积久了以后呢 大家都会有口碑嘛 所以说飞哥这个飞哥上他的节目 不用担心 讲错话他会帮你修掉 我都会亲自在那边盯的 他刚刚有一句话说的不太对 可能会得罪某一部分团体的 那时候台湾还没有那么多 什么团体的什么呢 我那时候就开始保护他们 久了之后 他们就觉得上我的节目有安全感 然后跟这个主持人没有距离 这个不是我在吹牛 所以你也就替来宾想了 我要替他想 你不能替自己想 因为主持人跟歌星 影星不一样 主持人是要摊开来 要把大家从中包进来 你把他们做得很舒服 很愉快 赐奉的 事后的非常好 他们才会有非常自然完美的发挥 这是我做节目的宗旨 你在做主持人 怎么要去拿捏那个身份 有人说主持人 你不要去抢来宾的风采 你又要恰如其分的去穿针引线 你怎么做到这个部分 你说得对 就是完全无私的奉献 你不要在这里面想要去咔油 想要去压它 或者是想要损它 然后扁人家抬高自己 或者是去很明显的去蹭它 正不知道你们听不听得过 就是说 沾光 沾光 那因为为什么 你站在那个巨星的身边 你就已经是沾到它的光了 但你不要去夺它的光了 夺它的光就没意思 比方说有一个明星他很会讲成语 他真的可能讲得比我好 或者是他讲的成语 这个讲出来的话自制足迹 或者是他很不如你 所以你要欲高折平 那欲低呢 你折下 你要这样 你不能说它很高 所以你要折平 跟它平 你不能让他遇到高 你心里想 你这几套成语 从哪边来的点 我要压过你 人家不舒服了 没错 然后呢 你会搞得人家也觉得 原来 原来他比我 尴尬了 这不好 再来一个是 欲低就是说 他平常不涉猎这些的 他聊天的方法 他又不是学文学的 所以他讲的话比较普通 接近社会大众那种白话 那你呢 宁愿比他再低一点点 你看 这才会抬到他 它可以凸显出来 才会凸显 所以这个 这个是主持人必须要掌握的 对 但我觉得飞哥你很厉害 就是你在 在主持当中 你还可以穿插一些很有趣的梗 让大家去营造这个节目的效果 这个是你事先都say好想好的 还是真的有很多都是现场的即兴发挥 就说主持节目的时候 他的那种流畅 像节目一开始的时候 五四三二一到你身上 从头到尾 不管是十分钟的 二十分钟 你要让他能够有如行云流水 那你说行云流水的话 基本上还是要有一个范畴 制作单位有他一定存在的必要性 他要给你范围 这个人的资料是什么 他曾经发生什么事情 那中间呢 你就要在里面插科打昏 让这个 因为你访问到一半的时候 也许你刚好碰到他不想讲的问题 这个是蛮累的 那你要 你这察言观色 反应要很快 你要 好像不是他问 你马上就要转开 那或者是你当我们访问到一半 你对方回答得越来越严肃的时候 你要在中间插出来 再插出来 然后让气氛 缓和要改变 轻松一点 甚至于变好笑一点 这个是从小 与生俱来的本能 天分就对了 有些人呢 硬搞笑 你这看了也很难受 对 这个叫浑然天成 了解 所以这个是别人学不来的 这没办法 这个从以前到现在 也只有一个张飞 没有了 真的 所以飞突 那我觉得很好奇就是说 人家说他在台上看你很轻松 不过就我们所知 私底下去了解 其实你在对这个 节目的制作过程是非常严谨的 对不对 那没错 没错 其实当然每个人希望做一个好节目呢 都希望做到任何事情 不要说节目 都希望做到一百分 就比方说 你不管是谈话的节目 或医药类节目 你是不是都希望一百分 那可能是错的 错 因为这世界上 有没有一百分的东西 那你就看这世界上 有没有一百分的人 这话怎么讲呢 有没有长得 样子漂亮到一百分 没有一个缺点可以找的 每一根头发 每一根手指 每一根睫毛 眼珠的大小比例 这世界上没有 不可能 没有 不可能 但是我们这个主播 已经有九十八分了 哎呀 北哥果然是超级主持人 陈寗贵言 我今天薪水不用领了 没有 我一定要让你很舒服 我感受到了 这就是很舒服的地方 那同样呢 很多人呢 一直希望追求一百分 做节目也要一百分 但你要去想 做任何事情的人 都没办法达到一百分 都会有瑕疵 那你需要求一个 这么多人参与 在做的工作里面 你想每个螺丝都一百分吗 螺丝都不到一百分的呢 包括硬体的设备 也不过也就是九十分左右 台势稍微高一点 这种组合 你也不太可能说 生产出来的成品 不论是综艺节目 连续剧或什么 可能应该都没有办法达到 我们百分之百的要求 所以我的人生座右铭就是 凡事只求七十五分 七十五分达标 所以如果你要求是这样 那你做到八十五分的时候 其实你就觉得很开心 但是在态度上面呢 你当然要知道我要的是一百分的 可是你在要 你要求要一百分 但是达标方面 你不妨把它降到八十分左右 这样 那做节目的时候呢 如果七十五分都到不了的时候 那这个就是瑕疵品 就不能出货 不能上线 不能播出 还是这样 所以那个时候常常 因为这样呢 在摄影棚里面 常常是为了要求品质 或者是要求卡丝啊 常常会因为这样 会有发标的情况 但是发完标 大家都看到 以前常常报纸写 龙兄发标 龙兄什么震怒什么 那其实后续啊 没有人写 因为发完标之后呢 你要知道 你晚上要请人家吃宵夜 还要把他语言回来 因为做人也是一样嘛 对 我们做不到一百分呢 你也至少要达标 所以小朋友们 他们跟我在一起做呢 现在可能都 有个个都已经是制作人了 有的都已经电视台的台长了 他们对我不会怀恨 他们还是常常认为说 那段时间飞哥 被飞哥训练了 怎样 其实不能讲训练 是我们大家在磨合的时候 我们互相都要学习 希望把工作做好 大家在成长的阶段里面 一起学习这样 我们今天喔 特别节目有个特别的桥段 要带给我们 节目每一集 你都会看到它 那时候台湾的职棒 非常合行 所以我们手上拿这个东西呢 就可以跟打棒球的文化 马上结合 我们要跟着社会的潮流在走 跟它的磨动 要结合在一起 飞哥你那时候虽然是主持人 但是你会叮细节叮到什么程度 听说开会也有开到三更半夜是不是 对 因为有的时候经常会变成就是 货源不够 货源是吗 卡丝吗 卡丝 OK 也包括什么服装啊 道具各方面的配合 它的sauce啊 会出现问题 就市场上需要什么的 可能你 事后单位发下去的通告 不是你想要的 比方说你要的是一个 闽南语歌唱的巨星 你要1号 那可能它来的呢 13号或5号 你就会很不高兴 那因为1号的巨星如果来了 你如果要演《春娇致迷》 演《春娇致迷》 你知道它的反应会非常好 你们的默契有人说 但是它今天遭到 我叫它发它 结果它发的是第八个后补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已经马上要录影了 怎么办 那就必须要看你的 能不能有神来之彼 能不能说 这个就把8号 把它加强弥补 修改剧情 然后让剧情可以变成 变成2号 那这个状况 就常常会这样 我会要求的 那这种要求的话 常常会变成说 慢慢我也学会到 就体谅制作单位 因为也有经费的问题 这个做一个《综艺节目》 经费是非常重要的 以我们台湾的这个 电视生态来看 台市那个时候 有三个台 那是以台湾的 所有商场上面的广告量 那是非常赚钱的 每个电视台一年闭着眼睛 七八十亿 一百多亿在赚 就是打掉开销 现在台湾有一百多个电视台 可能还更多 那广告这样一闪开铺开来 你想想看一张葱油饼 本来是三个人吃 现在一下变成一百多个人吃 你是不是只能分到一点 那分到这一点点广告 那一点点饼就是钱 那你拿到这一点的饼 你想做一桌饭菜给人家 是不够的嘛 是原料不够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常常情绪会不好 常常不好 就尽量补救 那当卡司比较差的时候 那很不好意思 就是只有燃指供佛 就烧自己的手指头 来拜佛 什么意思啊 就是你就只好主持满地打滚 所以飞哥萨克斯风也出场了 歌中聚自己也来一首了 是不是 都来了 对 对对对 好飞哥我们今天 特别节目有个特别的桥段要带给你 我们的有一个惊喜盒 有有有有 要不要猜猜这里面是什么 哎呦 这双皮鞋一看就知道小了一点 猜猜 要不要先猜猜 猜喔 是啊 对啊 我跟你讲 其实我这一生最怕就是surprise 真的吗 嗯 就我知道演艺圈的人 最怕的就是人家说 生日快乐 他的脸马上就 就绑起来了 因为 没那么吓人啦 我知道 艺人最怕是过生日 这个东西 真的 但是我倒认为不一样 这个伙伴你很熟悉的 那你总要给一点暗示吧 节目每一集你都会看到他 每一集都会看到的 昔日的好朋友好伙伴 麦克风 那也不对 这太没创意了 没创意啊 对啊 麦克风每个节目都看得到 这个东西只有你节目看得见 我的节目看得见 玩具类吗 要不要开开开 开开开开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不会弹出来 别怕 对对对 我这个很小 有没有很熟悉 我们放一下音乐好了 准备 好久没拿到这个汽笛喇叭了 对对对 这个喇叭我跟大家讲一下 有些小孩子拿到不知道 然后就对他姐姐和妹妹这样 对他耳朵扒一下 耳膜会破掉 这很大声 这不是开玩笑 看棒球的时候 绝对不能 那个人打了个拳链打 你在他同伴旁边按一下 耳膜破掉 对 很恐怖的 这个跟大家讲一下 这飞哥有没有很熟悉的感觉 很熟悉很熟悉 我们这里有几个很特殊的东西 像什么吹口哨啦 对对对 这个打乐器啦 对对对 还有恰恰的这个配音 嗷嗷 嗷嗷 我给我们大姐大人 这个先听一遍 那就来了 我们请大姐大人模仿 好 对吧 嗷嗷 Joanna 西线 我觉得也蛮烂的 不是 我们要有一个错误的示范 他们才知道错在哪里 就是这样 好 来猜猜 才知 有名 那我做你很困難的一件事 來 1 2 3 嘿 為什麼 那時候怎麼會有這個橋段安排 在音樂教室裡面對不對 非常遙遠 我跟你講為什麼這個 大家都不知道我為什麼要拿這個東西 對 為什麼 我一定要跟大家講 不然人家這一輩子都不知道 你也從來沒講過對不對 因為那時候台灣的職棒非常流行 所以我們手上拿這個東西 就可以跟打棒球的人的文化 馬上結合 馬上結合 哎呦 他的節目也在做這個 喜歡看棒球 他們就會馬上跟你這個人 有那個互動的感覺 這個就是反應 對 那製作單位也不知道為什麼要用這個 這是你要求的嗎 當然 那有這個東西就變成說 你們在電視上看人家拿棒子在那邊打 巴巴巴的時候 這邊也是要 我們要跟著社會的潮流在走 跟他的磨洞走 要結合在一起 這個是我當時的想法 很熟悉 大家現在只要一聽到這個喇叭聲 可能想要飛哥 真的是 禮輕情欲重 讓人無盛的懷念 飛哥 我好奇就是說 那時候這些節目的橋段 是由您發想的嗎 就是包括了音樂教室 這些很經典的單元 您提出的想法嗎 其實音樂教室 在鳳飛飛那個時代 我們就已經有了 我跟李敏然兩個人成立的一個音樂教室 那從此以後呢 那個時候音樂教室只有我們兩個人發揮 兩個人發揮20分鐘左右 那後來我就把它開始在綜藝節目裡面擴大 因為為什麼 因為你這個時候 我剛剛有講的經費的關係 你乾脆要 你需要一些明星來 那你明星來以後 沒有那麼多時間 你光是排他們一個一個單歌的話 觀眾不想看 所以把他們的特殊才藝 從口袋裡面挖出來 是這樣成立的音樂教室 讓他們在我們節目裡面展現 跟他們唱片裡面的另外一面 他其實也等於是一種立體的訪談 對 是音樂教室 是這樣子才產生的 然後明星久而久之就很喜歡上演 小哥是一直在美觀 全世界都一直有人為 都一直在表演 所以說是我把他拉緊 他這個人是滿富製謊 我知道他除了唱歌以外 他有很多奇妙的東西 輝哥 我們說她是60歲 她是開播的時候 你應該年紀很小吧 還是已經加入演藝圈了 那個時候 當然不可能加入演藝圈對不對 我那麼稚嫩的人 你看這個照片 這就是我剛出道的時候的照片 第一張照片 拿了這個照片 就可以全台灣秀場去跑 像劉文哲有沒有 有沒有人說 所以大家不知道 以別說我是大鬍子 我小時候常常出去人家誤會 一個是說我是劉文哲 那我就幫他簽劉文哲 有一個說你是費玉鏡 我就簽費玉鏡 年輕的時候也是很煙導的 那個時候你講到台式 那個時候 剛剛有台式播出的時候 其實我還在念書的時候 不過台式非常了不起 剛剛講到六十週年 一個甲子啊 真的 我記得台式第一個綜藝節目 叫群星會 群星會 群星會那個時候 群星在天空閃耀 百花在地上開放 我們要一氣歡場 讓人間充滿心希望 哇 好經典喔 菲德 我們也願 我跟你講我這個記憶那麼深 可以一直跳下去耶 好厲害喔 小時候的記憶就特別深 那時候在電視機前面看是不是 不好意思 那時候我們在隔壁人家的 禮法店的電視機前面看 然後很多頭都鑽在那個窗戶那邊 因為電視機買不起的 黑白的 然後那個時候有一個節目叫 《勇士門》 那個是主題曲 什麼《翰力排長》 《桑德斯班長》 那是我們小時候的記憶 然後綜藝節目就有什麼 除了群勳會以外 銀河玄公 銀河玄公是白家裡啊 是 那翠迪銀針 我這個要想一下 崔台青喔 田文仲先生的 《我愛紅娘》 李瑞舟先生的五燈獎 你來張五燈獎五萬 後來張惠妹是 後來差不多 三四十年以後 五燈獎還在播的時候 那個時候是廖偉凡 才出現了張惠妹 你看看 我們這個台灣電視公司 對我們台灣的演藝圈 貢獻了多少了不起的人才 你就知道 台視是非常了不起的 所以六十週年 是一個不簡單的這個 不簡單 很多人都從小看著 台視的節目長大 對對對 而且更有幸的就是 這個台灣電視公司的發展史 那輝環 璀璨的成就裡面 我們家兄弟兩個在裡面 曾經有非常了不起的貢獻 哎呦呢 現在在秀場裡面 誰不知道費玉清是這個秀場公務員 我看您今天是標準的撈過鍵 那你剛才在講 我是頭一次 哎呀這個 希望電視機前的朋友 您還要平常心 而且要多多的給我批評跟指教 這位張飛 就是張兄 那您真是要多多的這個指點指點 這一次能夠跟費玉清 一起主持電視節目 平常講這個不敢說絕後了 的確是空前 好好好 菲哥你在跟小哥主持這個龍兄虎弟 當初的發想是從您這邊想起來說 兄弟合作還是製作在那邊提出的 也是因為那個時候秀場 我們認為說在秀場裡面 其實嚴格上講 有賺到錢 但是呢是埋沒 所以我們就希望說 那個 想要介入電視台呢 這個 這個 這個傳播的人力 然後呢 讓他到像東南亞方面去拓掌我們的這個舞台 那當然是要有野心 那一直都是我在主持嘛 我愛彩虹啦 飛上彩虹我都上 然後綜藝大哥大啦 然後在之前的什麼歡樂一百點 小哥呢是一直在美國 全世界都一直有合約的 都一直在表演 所以說是我把他拉進來的 拉進來 然後呢他那個時候剛好 在台灣那種時間休息比較長 秀場也比較稍微沒落一點 改為餐廳秀的時候 於是乎我們就開始說服了他 因為我知道他這個人是滿腹才華 我知道他除了唱歌以外 他有很多其他的東西 別人不知道 我是他哥哥當然知道 把他挖到我們電視機前面來 有的時候變成叫做不惜犧牲色相 那常常要說服他 不然他不願意講什麼 他一開始不願意 他不願意說什麼笑話或模仿 他其實是不願意的 後來被我拗到最後 他就好了 就變成就除了歌唱以外 那他呢 又得到了很多很 這個非常特殊的封號 例如 什麼皇帝啦 什麼巫王啊等等的啦 那廢秀群講笑話跟別人不太一樣 他說黃色笑話的時候 你不會覺得 你不會覺得噁心 不會覺得被冒犯的感覺 或者是會覺得說好像不高級 不會 他說笑話完全 遇水不清遇火不分 別人如果多講一點黃色笑話 可能就被批評了 這個也是我們死掉未及的 他形象真是太好 平良心所 風起的日子 風起的日子 笑看落花 雪無的世界 具備相約 這樣的心情 這樣的路 我們一起走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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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你 感謝你 是上帝人兒這樣做 你卻碰到我 可惜我沒有見過你 你沒見過我 這樣的機會不太多 只能算假的 偶爾相遇在一起 相聚之一刻 那你們兄弟在節目中合作 你自己的感覺是什麼 我感覺他是一個很好笑的人 但是他私底下好像沒有那麼好笑 所以是你激發了他欠倫是不是 當然觀眾起哄也很重要 說笑話跟表演也是 跟唱歌是一樣的 如果你能引起大家的共鳴 笑聲不斷的時候 那就是我們要追求的成就 所以那段時間我們一起 在台視算是蠻辛苦的 因為我只要說話就好了 但是他還要多一個歌唱 那歌唱的部分是我們 我跟製作單位是 永遠不願意讓他放棄的 就說不行不行 你一定要唱歌 然後後來變成模仿的話 那他犧牲更大 因為他在外面表演的話 不受影響 但是你上完電視模仿過一個人 你接下來再去別的地方表演的話 人家就會要求不一樣的 所以你的素材要很夠 那他有沒有跟你抱怨說 都是你害我要犧牲色相 也許他內心深處會有一點埋怨 但是你不能否認 他其實就帶來另外一個不同的成就 沒錯 而且第三十屆的金鐘獎 對 最佳節目主持人就由你們兩位拿下來了 也沒錯 那個金鐘獎評量一講 新聞局 新聞局現在是比較好了 那以前新聞局對於我們這種主持人 特別是就是喜歡插科打魂的這種 永遠不會受他們青睞 那能夠得到那個金鐘獎 那評量一講是費玉琳的形象 因為他們這些評委家裡面的夫人 實在是太喜歡費玉琳的歌 因為他的歌好聽 我們那時候龍兄虎弟的時候收視率都可以 有的時候可以高達三十五 好驚人喔 百分…就台灣有百分之三十五的 真的大家都在家裡看電視喔 對…特別是一開始的時候 哇…計程車司機都專門找電器行有賣電視的 都在那邊… 在那邊休息 叫不到計程車啦 盛況空前 你看飛哥 你的造型也好經典喔 造型是自己那時候自己喜歡自己訂的 還是造型師幫你訂的 以前你看我的頭髮是短的 其實那個時候 我本來就是比現在還要長兩倍的頭髮 但是那時候新聞局規定 不可以留這麼長 不能長髮 這樣都不行喔 我現在這樣都不行喔 鬍子不可以 所以要這樣乾乾淨淨的 要…這樣才可以上電視 然後因為我在舞台上呢 我不會以這個樣子上電視 因為我不是歌手 我又不是小聲嘛 所以就…你越有…越突出越好 觀眾一看來你就覺得很有趣喔 這是我知道我要抓的東西 所以我…就是我自己設計的 頭髮一探完以後就不動它了 所以很大一包 你維持這樣多久了? 我以前我這樣很大一包 是現在的四倍這麼大這樣 這麼大一包的頭髮 所以那個辨識度非常強 現在這個是一直後來… 後來上電視的時候 就不想說給大家覺得說太… 以修 差不多維持了四十年了 這個沙克成績是以前我… 我還沒有進入這個行業的時候 其實我的工作是越少 而且這邊還有很多是… 大小明星送給你的紀念品 通通留著 鄧麗君的 這是鄧麗君的 對… 那所以菲哥你跟台視的淵源 我們剛有稍微聊過了 那來聊一聊說台視的六十周年 你是不是可以給台視一點祝福 台灣電視公司能夠一直堅持 在現在這麼多電視台裡面 仍然是努力不懈的奮鬥 雖然現在大家也知道 這個經濟的市場不是那麼輕鬆 但是一直能堅持到現在非常不容易 對於台灣的貢獻大家有目共睹 所以在這邊 本人也以台灣電視公司的一員 要祝福我們台視六十周年生日快樂 更希望收視長紅 真的謝謝菲哥重量級的祝福 謝謝猴子哥 今天還特別讓我們來到你的這個 這算工作室吧 是 算一個小小的工作室 你有好多經典的典藏在這裡 可不可以帶我們看一下 這個是你 對… 對… 這個是以前我上節目 你看到的就是薩克斯風 現在還吹嗎 對 因為這個薩克斯風 就是以前我 我還沒有進入這個行業的時候 其實我的工作是樂手 我並不是說 一開始就是主持人 我是在樂隊裡面上班的 就在那個大型的樂隊裡面 或者是小型的餐廳裡面 扁奏薩克斯風 對… 所以我很小就開始接觸音樂 那吉他更早 而且這邊還有很多是 大小明星送給你的紀念品 你通通留著 對… 我們來看一下好不好 好啊… 帶我們來看一下 鄧麗君的 這是鄧麗君的 對… 還有劉德華 手寫給您的說什麼 這個是… 飛哥幫我唸一下 飛哥 您新的造型太… 太屌了 劉德華 所以他們送給你紀念品 通通會保留起來 通通留起來我跟妳講 很多喔 自己出的啊 封面雜誌啊 裡面還有一些什麼 包括瑤瑤的啊 什麼很多很多 對… 然後這裡面有太多那個 看到這些很多很舊的朋友 就會想起以前很多 我們一起這種 這個披荊斬棘的 勢力立在目 對… 那些戰友 哇… 你知道我現在 嚴格上講 我除了我平常在玩的一些 活動啊 我的私生活以外 但是談心的朋友 聊一聊過去的朋友 越來越少 越來越少 那所以飛哥 你現在享受你的退休生活嗎 很多觀眾朋友一定 好關心你的近況 對… 我的… 大家不用擔心 我的人生最痛苦 就是一早起來 我一定要選擇 我今天到底要 玩什麼樣的活動 太幸福了 我不能天天坐在家裡 做些什麼 你現在做些什麼 比方說 以前我不是騎重機嗎 對 那現在大概每一個月 至少兩個月 都要到花蓮去飛一下 輕航機 因為那個是有證照的 對 證照你超過多少 時速飛得不夠 會被吊銷的 是這樣的 嗯 那重機呢 就變成說 偶爾天氣很好的時候 那我現在的重點是 騎腳踏車啦 還有遙控飛機 什麼都玩耶 還有健身房 哇 對… 這個… 所以說我就變得滿苦惱的 你的苦惱在於 要怎麼享受的人生 興趣太多了 所以我發現興趣不能太多 興趣不能太多 那觀眾朋友會想說 有沒有機會再看到 你在電視機前面主持 有這個可能嗎 或是在跟小哥 龍舟鼓弟Part 2 以現在這個 檯面上面的這個經費來判斷 幾乎是非常渺茫 請不請您 是不是 當然我也不一定是為了鈔票出來 是 實際上有很有理想的 製作單位要很健全的 還有做我節目的製作單位 您的朋友啊 年紀不能太輕 太輕了 他能表達的東西呢 或是寫出來的東西太淺 這個就實在是很難去操作 要人事都合才有辦法 就是說有一個好的滿意的劇本啊 然後呢 主持費沒關係 但是製作費不能少的 這樣的機會 有好的目標呢 是可以跟大家出來見面玩的 所以以後是有可能有機會 再看到飛哥的 對 好 我們祝台式六十周年生日快樂 謝謝 謝謝 飛哥也謝謝您 謝謝何主播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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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